神秘数字13 1331 我今天回家收到YouTube的一个信 我真的觉得是光的胜利太奇迹太奇迹了 最近立了一个新的法案叫Article 13 最奇妙的是我今天去投票 然后我的号码是13号 以往我一直从来我都不提 我都不提13这个数字 因为13在我们的工作 几千年留下来白魔法师 13这个数字当你看到的时候 通常是表示Bad Spirit不好的能量 但是有时候能量会变化 跟风水一样会轮流转 所以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说 听的时候在当下 每一个时间你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很重要 没有一个标题 没有一个标题是只有永远永远永远 一辈子在每一个时段都适合每一个人听 那很奇妙的事情 我前阵子我一定要把我手机拿过来 我前阵子我就说 我说Nikole 好现在就是13分 我说Nikole 我说为什么我看到 我看到1331 我到处数字 我连房间都是313 1331 以前我说我看到1313的时候 以前Nikole都会说 Nikole is bad spirit you need meditate more 这一次我说我看见1331 可是我觉得特别平静 它说 It's great because It means your spirit is stronger You can fight more 你的灵魂的能量 因为我前阵子有去找他 有做一些能量上面的一些加乘的手术 那 很奇妙很奇妙 他说表示说你现在 You already conquer the wicked 你已经战胜了所谓负面的邪恶的能量 我今天收到YouTube一个 13条例 条例13新增订的 我那个时候到纽约去 我把我的整个的状况 我的整个之前YouTube 在频道上面从3月13号开始发生 就是这个数字 多奇妙 3月13号 那个时候我说梦到左边有紫色的剑虫 四个客户 同时又梦到蟑螂 又梦到满天神佛佛像空的 很不好的梦境 后来扯了这么久扯了这么久 我说我看到1331 Niko说恭喜你 过了 然后这一阵子我觉得好奇怪 YouTube的能量好好 他刚刚寄给我一封信 他说恭喜所有的content creator 所有的人 现在不能够 你不能够在你的频道上面说 OK 这本书我看这本书 我看那个频道 你不能在你的频道里面放其他人的频道 比如说打个比方 像我完全没这个问题 因为所有的东西 我从以前我一直在提倡 大家要活进自己的人生里 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人生 真诚的面对是这个原因的 因为地球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 它到最后总是光会胜利 总是有相关性 看你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那他说条例13是什么 所有的创作者 你不能够再使用 比如说其他的音乐 其他的标题 甚至你不能再打其他的名字在你的频道里 你可能会收到一封信说 It's my lawyer 我的律师 请你把这个拿掉 不然就是等着接这个法院传单 不然的话 就是你要跟这个人共享 这个人有资格拿到80%的红利 如果你是创作者 如果你是艺术家 如果你是音乐人 你如果做了一个音乐 有些人就直接拿去用了 也没有通知你 完全没有通知你 然后呢 完全没有给你任何的credit 那感觉真的糟透了 如果你是创作者 你是原创者 你对你的作品是有爱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个感觉有多糟糕 就像你今天很简单的道理 很像有个小孩 你有个小孩 人家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工作一个星期 然后完全不给他钱 然后钱穷被人家转走 那感觉 然后你小孩累个半死 然后我还没半吃 我那个时候 我去那个YouTube 他在纽约 我那时候回到纽约的时候 我就去他总部 然后跟他 跟他写了好几封信 然后到总部跟他讲 我全部YouTube发生的问题 所以我所有的跟他说 我说请保障Original Content Creator 请保障我们 我后来发现 现在不止我有这个问题 一堆音乐创作家 艺术人 那些短片创作者 Content Creator 全部都在提这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后来就会 然后我知道 现在会有些Content Creator 说 那这样子 我们少了言论自由 我们不是就不能评论这个人 不能评论那个人 那个人的生活跟你的生活 其实重点 当你在面对你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把你自己这堆问题 剪起来已经够多了 你要去评论人家 你要去拿人家的东西 当我们的生命 开始真实的活在 生命中的每一场交流 每一场交流 在给予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丰富的 每一个生命 能够分享出去的东西 We are more than we can imagine 我们每一个人 当你用你的细胞 用你的感动 用你去提供你自己的 不管你喜欢唱歌也好 好像我们跳一跳 就喜欢跟动物讲话也好 任何方 鸟就来 我们听到 他也说好 当你真实的开始分享 活在当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有无数的东西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生命中会发生很多奇迹 这个也好巧不巧 跟我昨天前面录的那个视频说 关于social media 关于这个 电子仪器这个东西 其实剥夺了我们人与人之间 靠近的这个机会 它应该是个工具 应该让我们更清静 而不是更疏远 不谋而合 就这么奇怪 然后呢13这个数字 我也觉得非常的奇妙 在我们的白母法师的工作里面 13通常代表13个不好的能量 那我常常说我不提 我不提 我不提 有的时候因为有些东西 你去提的时候呢 就像我前面发布一篇视频 就是那个时候我住在 我住在Long Island City 我住在几号房 523号房 我住在523号房 我跟他说 拜托请你帮我换 然后那个经理还很生气 说为什么换 我说523除3剩下13 我不要这个数字 他说你这个神经 然后我后来看到圣经523页 怎么对待 Healing Bible 523页 他说如何对待愚者 有的时候当愚者 当这种chaos 很负面矛盾的能量 他们就是想要攻击 就是想要证明 就是想要 这种能量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去回应他 吵不赢 因为他的逻辑 你不能用他的扭曲的逻辑 去讲事情 因为你也变得跟他一样扭曲 那有的时候你不能不回应 因为不回应他会觉得他赢了 那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门关起来 关起来 所以难过我那天看到1331镜像数字 中间是多的 表示能量回来了 今天article 13 刚刚YouTube寄给我 我好开心 他说没有任何人 以后也在这边呼吁各位 所有的content creator 所有的我身边的朋友们 开始分享你生命中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人生 因为你的故事 你的人生那是有能量的 那是属于你的 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再拿这个人的怎么样 那个人的怎么样 所有外界的东西都是参考 重点还是得回到自己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才会说真实真实 人其实可以活得好简单 因为只要我们做自己 我们呼吸 他自己就会知道要怎么做 有人说 王大喜记忆不好 记忆不好 不是我记忆不好 是我不需要有一些不必要的 多余的记忆 为什么 当你活在当下 你的每个细胞感知 他自然会在对的时间 现在不会晚一秒 不会早一秒 他就会知道怎么回应 我不需要想 想了半天想了半天 我在活在这里 我在活在过去 或是我在活在框架 我才会一直需要说 去活在过去 我认知中的 因为时时刻都在变 就像数字的能量都会变的 好奇迹 真的是奇迹 今天 今天是几月几号 11月24号 好下午的 下午的3点30分了 以上 关于神秘数字 131331光的胜利